大家好 我是汪 看我就汪 歡迎來到汪早晨 今天是年初七 首先祝大家生日快樂 大約有一個月沒有出片 今天講的話題 講的主題究竟是什麼 汪都不知道 就回顧一下新一年 新一年其實經歷了不同的大事 對阿里往往來說 好像過山車一樣 政策不斷在改變 最後出了一個類似減壓的方案 遲到現在 過完一月份之後 很難跟阿旺說 阿旺還想買樓 但是有一個方法 一成首期 兩成首期 阿旺回答是沒有 已經不復存在了 因為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加上一月份出的京屋價錢 兩千多元呎 阿旺也有點心動 我拿兩百萬 我買一層電梯樓 還年輕 我住了四十年 其實我都不虧 我刮渡了 給政府 都拿回一百八十萬 這樣好像抵個租樓 但是 競入是不是呢 這件事值得你們去尋思和深究 而且京屋 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申請到呢 有入息上限 有家庭上限 有很多規矩 所以 如果 喂 你入住了離婚 你第二個有笑衫的 那你是不是要帶上笑衫回去住呢 笑衫又可不可以進去住呢 這件事值得人思考和尋思 因為京屋法始終有大大小小的規條 這件事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今年經濟有多好不好 阿旺真是不知道 多麼多人跳樓多的 死得多麼多人多的 但是經濟是怎樣的 其實沒有人會知道後期的後續會怎樣 其實我覺得澳門的經濟 其實要看政府的政策究竟如何 政策好的 人人有公開的 樓價自然會升 你說人人沒有公開的 樓價自然會跌 以前在疫情的時候 聽得最多的話就是 阿旺仔 我做賭場的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被人解僱 這件事是疫情的時候我聽得最多的 但是過了疫情之後 我聽得最多就是 嘩 我的工作很穩定的賭場 天天有公開 天天都有錢收 那這個又是一個常態 究竟我們要相信誰呢 事實上現在賭場 是二月份的收益 可能高達兩百億 兩百億是一個什麼概念 兩百億是一個很高的概念 我甚至見到我做公關的朋友 其實 找到食物一天去旅行 有幾開心 我試問過人工應該都到六七萬 這個數字都驚訝到我 所以說 嗯 究竟澳門是否真的 大家想像中這麼 黑暗呢 這個真的看公眾 看人眾 你說做公務員 是否真的沒有錢 其實我一月份到二月份 看到最多是什麼 賣 買樓 還要是一炮 真的幾有錢 一炮 這個東西是 就是 你很平息 一炮 有錢 如果 你覺得 有錢 會有錢 如果 就 你會 越窮就越來越窮 我覺得是看價格的問題 究竟買不買 其實看你自己有沒有需求 有需求就買,沒有需求就不買 家Sir說了一個 現在租金都貴 什麼加息不加息 都差不多兩千 這個是我的想法 當然很多人說 樓價會倒塌 倒塌塌 起碼高市得區 不會想到去哪裡 因為始終校區 多人選 職業主要有錢 這個是一個看法的問題 新一年有人問 王仔有什麼搞 做地產 做不繼續做 那我的答案是 當然繼續做 職業來的 不做沒有錢 地產 阿旺會繼續做 這個頻道都會拆開為兩個頻道 因為始終我覺得 我拍食物 可能拍些金譜 可能拍些中醫 阿旺會把他分開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支持阿旺上的頻道 當然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還沒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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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年的計劃 開一個頻道 學回自己專精的事情 因為始終覺得 永遠死對一份工作 不是阿旺的興趣 阿旺喜歡什麼都做 什麼都做 是是阿旺最根本的興趣 多元發展 那你說 地產有什麼做 我剛才說的情況是 雖然有需求 有要求 那我們繼續都會有一種 這個是事實 也有很多人想買樓 換樓 很多人想租樓 其實都多 其實現在 你說說孫晨正 其實又不是說正 你說旺又不是說很旺 我剛才說 夠三餐元爆 我已經是非常開心 是啊 所以大家 有興趣的 可以繼續探望 聊聊天 留下熱 是的 今天視頻到這裡 不知道說什麼 那八分鐘 又是到我目的地了 各位 拜拜